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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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粗略說了 大約有什麼角色 現在我們開始說說劇情 其實我從一個 從一個普通觀眾來說 我覺得這套東西的故事 因為跟電影的連繫太多 為什麼在我的時候覺得 可不可以多少獨立的故事 來講回我的話 其實正常來講 Colson的外星血統 以及Inhuman之後的故事 都是獨立出來的 就跟電影沒有聯繫 如果跟電影有聯繫就是 Hydro 第二季的時候 Captain American的第二季 第二集的故事 然後雷神有少少 叫做Colsofa 之後就沒有了 然後 好像 Avenger 2 到第四季 剛剛一開始就說 現在國會通過了 Colsofa Colsofa 大部份人 少少拉過 因為Yoyo是簽了 Sky也簽了 那那裡就 純粹是法案問題 剛剛講過 Marvel的特色 就是他所有電視劇集 即使是Netflix 和Agent of SHIELD 都是同一個世界觀 有好處就是 有些人會看電影 會想看劇集 或者你反過來看劇集 會想看電影 那不好處就是 他被劇情牽著走 和限制了 尤其是你看到第二季 很明顯 好像整個季都沒有什麼發生 大家都是猜 可能會不會等到Colsofa 或者會不會 可能會等到總公司 有些方向給他們 你覺得中間很悶 然後大家就投訴 你不如不要跟他 跟電影有聯繫 或者你忘記他 正如你現在會想 現在Agent Coulson 已經是去做過神像局長 有什麼理由 你不跟Aventure的人相應 你會覺得很矛盾 而譬如你 Scar已經是這麼厲害 已經上了電視 一個演天文上了電視 而為什麼電影那班人 又不會說的呢 又不會提起這件事呢 你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當它是同一個世界觀的話 還有我見 你現在出了那個 所謂的 Ghost Rider 是啊 如果我想到的情況之下 Ghost Rider 按照Marvel 應該是幾個份量 還是那個顏色 為什麼不還是 安排上去之後 為什麼會撥花上去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 他是第二代的Ghost Rider 因為第二代的Ghost Rider 是在Marvel News 還是All News 是近年出的 如果他當作是新角色的話 就可能這樣去做 而且好像之前 你知道Marvel 很多版權糾紛 好像當初的Ghost Rider 都是有一點點版權問題 即是你Coreless Cage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版權問題 而他不在電影中用得 變成因為他們那時候 簽的那樣 好像電影和電視 是有灰色地帶的 所以譬如你可能是電視 可以插進去 但電影是用得到 不過不是 收回的了 是嗎 已經收回了 收回了 而因為電視出了一段 Hot Toys 又可以出一個新版的Ghost Rider 變成便宜一點 入手的Ghost Rider 甚至是一個新版本的Ghost Rider 即是他現在Hot Toys 好像是出Robin的版本 好像是 即是他不是出 他不是出 Nicolas Cage 不是電單車版本 是車版本 是車版本 反而花花的劇情 其實After All 你對於劇情 如何是安排的情況 或者有什麼評價 我想問你 如果現在到了第四季 再一個觀眾 我就會覺得In-Human 在邏輯上 因為你是同一個世界觀 在邏輯上 是有很多衝突的 即是很多衝突的 譬如為什麼 好像In-Human那幫人那麼大 即是那幫人那麼大 他們的能力那麼強 為什麼王族還沒有出場 對 很明顯你知道 是分開兩個故事 因為In-Human那個王族的故事 應該是流到In-Human 電影才出的 但現在你看到 我現在看到 Sky又上台電視 又厲害 有這麼多人知道In-Human這件事 那為什麼電影那邊 又不說呢 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些鬼 是大家鏡著鏡著 對 那件事 如果純粹看 欣賞故事劇情 我會覺得Sky跟他父母的關係 那裡寫得很好看 還有他母親的陰謀是OK的 那部分好看 第二季的尾 那這季我覺得OK 大家收貨 到後來他去了二空間 去二空間 即是Simon Simon去了二空間那段 以及Fins去二空間那段 其實也好看的 那個懸疑性 全部都好看的 但是拖得太長 我也收貨 即是作為觀眾 我也收貨 但是拘捕了Wub出來 做In-Human那個 叫做 那個大哥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裡很奇怪 那裡 他應該要收場 對 還有Hydro那個 不是有個反派的 鋪了很久 很厲害 他殺了一下而已 還搞了他的女兒 想著他很厲害 或者怎樣也有些事情 或者你用整個種族 整個家族 這麼多年的歷史 這麼多代 去找這件事回來 你當然是想著有些意圖 或者會有些計劃 OK 一出來三兩集 這樣就死了 好像你這樣說 女兒都被人搞了 他純粹是一個 他叫什麼 一個異教徒 找一個異教神 然後那個異教神 不妥理水 這樣 於是你作為一個Hydro 即是我心想 你上了一個Hydro的 這麼高位置 你本身也很聰明 是不是 是拆到爆炸的 拆到沒有朋友 那裏真的是 編劇的 即是那些叫什麼 好像花了那麼多時間 心機去 建立一個奸角 瞬間低能 然後又典型了瞬間智障 不知道做什麼 這件事是為人瘡瘡樂屌 這件事 不好意思 我講了小粗 不要緊 我講了小粗 這些應該要搶的地方 應該要搶的地方 這裏也是 觀眾開始離棄 或是觀眾開始 真的受不了 我想這段也是 那一段真的 很隱瞞 糟糕 你看到Rod 很厲害 可以控制 或是 純化 或吸引 所有熱門 但他死後 超義氣的死 他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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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靜電仔 自爆炸死 那你也有可能 會不會有復生 還有很搞笑 記得 第三位 一開始 他們展示了 爆炸的畫面 然後再回覆整件事 我覺得這個 好像我很喜歡觀眾的風格 有一點像 一會兒我們之後那個節目 會說的DC 那種Freshback 那種Style 那我OK的 這個Style 但是他中間安排的那裡 很悶 因為Simmons 去那裡已經半季了 然後你再回來 因為他那個故事線 又轉出了 不是放在Ward的身上 而是放在May的老公 那個Slash 那個Slash 那裡 但我又覺得 因為Slash 我上來看漫畫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這個角色 其實兩個Inhuman 即是Have和Slash 都吸引 但下來 他好像完全想不到 怎樣去安排 那些角色怎樣走位 變成很平鋪席 也不是平鋪席 也不是平鋪席 那季的劇情 有些人坊間 有些傳聞就是 因為那時候Inhuman 電影的處理 還是沒有定案 可能就是當時沒有定案的時候 正如我沒有開咪講過 就是Marvel電視部 是一個很糟糕的部門 會不會是他們那時候 那些電影版的Inhuman 還沒有定案之前 他們拿出來用 不可以去用 然後到他們有定案 那一定不能用 全部馬上剪斷 就變成這樣去賣那個尾 即是賣那個尾 那也可能是 但真的 事情是很奇怪的 你去到最後 Slash這麼厲害 基本上差不多克服了 然後到最後跟他說 我克服不了 最後一下變身 就是為了打Have 但當然 他的特技也是很差的 即是那個全身黑油 即是Alash的特技 即是Alash的特技 我都不太喜歡 即是你說他的特技化妝 是的 我都不太行 那他的特技化妝就算了 其實電視劇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的成本 一定要控制得很厲害 譬如他們的道具 都不可以出太多 或是CG都不可以用太多 但你又要交代故事 嘩他CG吃了很多錢 對 CG吃了很多錢 但你又覺得不太驚喜 可能是因為他的妝的問題 一來吧 即是他的妝 你已經預計他去拆 你第一季的大眼妹 就變成了戰豬頭 你也看到他的樣子很壞 都沒有Lash這麼壞 平心而論 Lash是真的比較壞 即是以Slash的造型 以Slash的造型 你看看漫畫 漫畫很棒 即是你做出來一塊三次元的東西 他是不應該好像辣躲 但可能是 我覺得是CUT BUDGET 或是CUT BUDGET 或者是CUT BUDGET不夠 或者是劇本上 其實他不應該用 不應該用Slash 或者你可以用差不多的角色 但你不要下他的名字 那可能大家的期望會比較好 即是你不要直接 用一個原創的Inhuman 可能大家就會接受到 即是你很多時候 譬如你現在講的 新的那個變種軍團 即是那個大群 他都會用很多X-Men的角色 但他不是用那個名字 這個可能真的遲些有機會再講 因為現在剛才講一堆Marvel劇 其實現在Marvel開多一條Line 就是X-Men 大群是ABC 不是大群是FX 即是FOX的一個 噢FX那邊 對啦FX那邊 那他這一條Line 不要試一下 少少拆開話題 這條Line 就有這個大群 另外 就遲些會有兩套X-Men的電視劇 一套就是講他 一個爸媽發現到他女兒原來是Inhuman 怎樣去保護他之餘 跟那幫反Inhuman 反... Sorry 知道他女兒X-Men Milton 然後怎樣跟反Milton的人 周旋 是一個 另外還會是White Queen 即是那個叫做... 白王后 白王后 那邊有一個地獄火俱樂部 都會有一個電視劇集 說回這麼前 一段時間 不知道他怎樣說 可能他在說... 都好像這樣說 他用那個角色 而是... 不是用那個... 可能拿一個角色 是White Queen 或者是他拿一個角色 然後再講他的故事 但不是全部放下了 所有東西 是不是同一個 universe 都還不知道 因為其實大群那個... 剛才說的 大群那個電眾軍團 其實都不是Marvel那個 MCU 哦... 對... 他是歸回Fox那邊 他叫做... 忘記了 總之忘記了 是一個獨立的時間線 喂... 我們回頭 回頭 回頭 剛剛說第三季那些... 什麼仆佳 hyper 那個大哥 為什麼變弱智仔 然後去到第四季 一開始說 有Ghost murder 嚇串 甚至變成主角色 我以為 他的故事已經很長 他直接寫著 Agent of S.H.I.E.L.E.L.D. Season 3 Ghost Lider 然後... 誰不知後來有出過LMD 簡直是欺騙觀眾 因為很搞笑 不知道大家 我們聽眾沒有看開 或跟開這部影片 我想說很搞笑 一開始 其實有個故事內容 就說 他就發現了一本 昨天叫魔法書 哦... Dark Hole 就說他會... 破壞性很大 甚至說 人類命運很多陰謀的東西 還有很多很誇張的東西 然後就去找 就想不到Skype 一次的追逐中 就發現了這傢伙 就突然變大忌 就爆殺了那些人 我覺得 這個角色的來源是不要緊的 因為他一流是 在漫畫裡面 是一個新角色 如果你有看漫畫 其實你也知道他的來源是什麼 以及Ghost Rider的來源 其實沒所謂 總之你有一個仇恨 就在這裡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走三分一季呢 大家都知道他走三分一季 之前全部故事都是差不多走 前面的Inhuman Hydro 二空間那些 全部都差不多走了一季 他用了六集 還是七集 對 坊間有些 估計的原因就是 燒錢 燒錢 燒CG 然後就在Scarp面前來打 直到他跟Scarp打完之後 當我們以為他會再打多一場 誰知道無法正在等上身 立即幫忙 就一起打那個人 其實你很尷尬 你看到Ghost Rider 入了Agent of Steel 是很奇怪的 這件事 這件事 因為他其實應該是毒行俠 還有你會覺得 你叫做Ghost Rider 他中間的仇恨是很重要的 當然他現在都說他那件仇恨很重要 但是你不夠緊要得到我要目凶一切 我要斷錄親 我要做任何我要做的事 任何人都不管去報仇 我們這個才是認知中的Ghost Rider 他有一個目標要解決 但是這樣你好像 這麼快就妥協了 這位哥哥 難怪你連漫畫都沒有出 現在轉了第三代 還有我們今季 Season 4 主要有兩大新角色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LMD Ada 還有我們現在的SOC局長 他死了嗎 還沒有 Maze Maze局長 我想說很搞笑 就是LMD這個角色 其實怎麼做 無緣無緣無故 有一個Sidekick的故事 我不是漫畫人 我知道LMD 其實在Secret Warrior 那裡 還有本身那個局長 我忘了 黑人局長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有一個獨立故事 也挺受歡迎的 所以其實LMD對漫畫讀者 其實可以是挺吸引的 即是他原本是有漫畫的 因為我是資料來的 我只是看資料 那 《Secret Warrior》 不是說Sky 即是那個漫畫 原作式出場的故事 其實那些人都喜歡的 而那裡MD 講得很長 他講得 我不太記得詳細 總之是講得很多人 都是很長之前已經是MD 或者MD那件事是 在MD的歷史是很長的 但是出來後 感覺又有些怪 好像只是帶出了VR那件事 還有很搞笑的是 現在沒有 不知道大家觀眾會是 怎樣做 現在打造到ADAR 變成一個很善良 幫人解決問題 給一個機客人 叫人做人機客人 他幫人解決問題 他邪惡到混蛋 他創造問題 深刻我想是保護自己 因為我 其實我最後一集沒有看 《跪休之休息之前》 最後一集我沒有看 對上一集 我感覺到就是 他看到博士想用他的身體 去放回他女朋友的意識 所以他才抗拒 然後才做這些事情 我又覺得 從這個故事上的邏輯推理 或者故事上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都會接受的 相反轉回頭 我們講到現在講了這麼久 相反你對於未來ADAR 無論他續不續也好 你對他的期望有什麼 替你講一下 現在就講ADAR 為什麼要有這個題 大家都猜到 是因為在VR的環境裡面 是有些故事出來 Vicious是 我覺得可以的 另一種外在因素就是 通常看美劇都會留意到 會不會有續訂 會不會有續訂 未有消息 下季後 現在是 ADAR 未有消息放出來續訂 會不會是打算用ADAR 這個環境 或者他出來的環境 無限衝突 衝突 或者是不開心 等等 來到結束這個故事 Vicious你問我 我也覺得是可以接受到的 因為暫時你想不到 有什麼新的故事 或特別的東西 可以放進ADAR 而另一方面就是 剛才我們說了 很長時間說了一些演員 或者那些角色 你結束了那幾個角色 其實他要說一個故事 或者他背後的設定 基本上已經結束了 基本上已經結束了 你沒有什麼可以再說他們 會不會這樣就結束了 我個人覺得OK 然後這樣結束之後 到年尾就出了 INHILLMAN 那個電影和電視的計劃 你這樣問我 我也會接受 當然你覺得ADAR 和SKY有些可惜 但是 正如會不會有機會 這部電視完了 進去電影世界 其實也有機會 好像現在這樣說 你要一個電影角色 進去電視世界 因為那個預算很厲害 很簡單 但是反過來 如果電視角色進去電影 就不是很多錢 那會不會有機會 那就沒事了 除非電影角色紅了 那才要加片酬 對 還有本身張藥 迪士尼也不是那麼蠢 我想回合整個ADAR 我覺得 如果不是中途改喬 或者不是真的 有些中途改喬 或者被主世界的圈絕 早期的問題 就是被主世界 電影世界的圈絕 牽絕 後期就是 有些東西都是用 勒著勒著去行走 那個故事 如果不是這兩個問題 其實頭兩季 是很精彩的 還有剛才就是 你剛才也說過一次 他們開頭 POMOSIC也說過 會是一個沒有Superhero的 Superhero劇 其實他頭一季 也算是能滿足這個答案 當然後面 合謀搜不到的話 就沒有辦法 不過其實 Rendy的問題 你如何預期 對 基本上我只是看Marvel 我不看DC 原因 稍後再說 我對 Legend of S.H.E.L.D.D.O.D. 我對Agent of S.H.E.L.D.I.D. 沒有想法 是你未來到Hu.TI.D.O.D.F.E.T. 是否純粹是你的世界裏面有Inhuman 你的團隊裏面有2-3個Inhuman就算了 你不用再理會那條故事 你這樣想可以接受 如果作為一個Agent of S.H.I.E 的忠實粉絲 你可以接受這麽理解 但是如果他告訴你這個是同一個世界的話 那就有衝突了 當然啦 但是你可以在Inhuman那邊 看看你如何安排把Ord去解決它 你問我呢我猜Inhuman電視電影計劃 電影電視計劃 他會忽略整件事 我都覺得是會這樣 即是重新來過的 而我也覺得這樣反而更好 好不要被那邊固定 譬如有好像這樣說 希望Sky或者他們可以進回電影世界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結局 而如果不是這班人 其實Nature of S.H.I.E 在世界各地 因為跟電影有關 所以在世界各地很多觀眾都認識到這班演員 其實對這班演員都是好事 那你說到這個時候結束 我都覺得OK啦 有一個Happy Ending 也算是一個 你Happy Happy就很難說 大家都拿到一些東西啦 但我自己預期就是 我想Agent of S.H.I.E 的那班人 繼續去找Inhuman遺跡 即是這條故事才會是最吸引的 如果要寫的話 我又覺得Inhuman 不不不 留一條尾 因為你有機會 遲些可能 你會不會 Inhuman電影那邊 可以收到呢 即是Inhuman剛才說 電影電視那邊是可以收到呢 會不會是可以拉一些人過去呢 你留一條尾 因為我又覺得 你作為Agent of S.H.I.E 的Agent 你只是體驗這些東西 我又覺得有點怪怪的 即是好像有些大作為小龍那樣 即是我的意思就是 Agent of S.H.I.E 本身是解決一些怪異的事情 即是你有兩個 有YoYo和Sky 即是我本身就覺得 應該繼續找遺跡 然後看看會不會找得到 好 黑閃電 他們回到黑閃電那邊 然後留下Colson 另外那群人就繼續Agent of S.H.I.E 解決其他事情 如果現在Agent of S.H.E.E 仍然可以收到的話 是有可能的 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現在不是吧 但倘若他願意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Agent of S.H.E.E 是會上去的 那個收市 如果你問我 即是老實說 What if 如果你說我是鑑仔 我是製作人 那怎樣好一點 我會覺得應該死 死了幾個 即是我想是阿May姐要死 我反而覺得Colson 可能都要藏起一段時間 即是可能再死一次 或者是有些 然後將重心放回Fistihs和S.H.E.E.M.E.S.E.E. 兩個 就是 如果你拆散太暴 他餘下了兩個 因為他們本來是Flog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漫畫 都曾經出過一個短篇 是講他們的故事 或是會講Agent of S.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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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E.E. 那我覺得 將它拉回去 很簡單 可能是三集一個Case 三集一個Case 去講一些怪異的東西 或者一些超級的東西 變回做第一季的東西 我就覺得OK 因為你不用真的有什麼大橋 如果你給我是監製 可能就會這樣 但他可能想不到那麼多超級的東西 但沒有了 因為剛才這麼說 Marvel的電視部是一個很混亂的部門 他沒有這樣的智慧去做一些事情 有他都不會做 跟東映那邊一模一樣 老舊的水喉都生光了 你不去刺穿它 它都能用得到 對 始終都給了一些歡樂 我的Agent of S.H.I.E.L.D Agent of S.H.I.E.L.D 都OK的 所以看今季最後會怎樣 今季又是特別的 有兩優 如果你喜歡Marvel的故事可以看看Netflix Netflix還有很多 如果錄音這個部分 今個星期五都會出Unfist 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 對呀 接下來會出了 對呀 那今天Marvel的部分 Agent of S.H.I.E.L.D 的部分 告一段吧 接下來休息回來 我們將會進入DC的部分 好 稍後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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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